一年一度的国际消费类电子大展 CES2023即将在明年年初展开 而不少知名科技公司都准备好 在这场展会上用他们的新产品来秀秀肌肉了 其中就可能包括了老黄新一代移动端的40系显卡 英特尔和AMD的新游 那么接下来大家就跟随着给强一起来看看 这些新产品目前已知的消息吧 很早之前透露过RTX30系移动端的外媒 WCCFTEC透露 他们最近同样收到了40系移动端的消息 目前NV这边的40系移动端 包含了16GB显存的移动端RTX4080Ti 或者说是4090 12GB显存的移动端RTX4080 8GB显存的移动端RTX4070和RTX4060 以及6GB显存的移动端RTX4050 而他们的底层编号分别是 GN21X11 GN21X9 GN21X6 GN21X4 GN21X2 其实这些型号早在之前就被多位暴力者提及 不过他们的命名都不大一样 可能后续还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移动端的4090就大概率被叫做是 移动端的4080Ti 但底层的变号不会更变 根据WCCFTEC最新提供的图表显示 移动端40系的产品比起上一代平均提升了30%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RTX4070移动端都要比上一代旗舰移动端RTX4080Ti高出了15%的性能 当然这都是WCCFTEC的消息来源 请勾往参考啊 可不是我编呢 随后他们还表示 英伟达会在明年北京时间1月4日1点也就在CES上 率先发布移动端RTX4080和作为旗舰的移动端RTX4080Ti 也可以说是4090 并且它以移动端的Raptor Lake H架构处理器组合的机器 将会在2月开始率先上市 而其他的型号则会陆续公布 应该是得益于A的架构和工艺的提升 能耗比增强可以显著提升笔记本性能 当然具体的表现还是要等待官方的公布和笔记本的实测 除此之外CES上应该还会公布4070Ti这张卡 更想要也会同步直播 记得来看哦 英特尔的这边 根据WC CFTEC的消息 英特尔也将于CES前后 公布新一代的B760芯片组 以及剩余几款后续不带K的处理器 其中英特尔的13代非K处理器成容 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得到了多次泄露 并且还有微软官方的测评证实 我们目前可以得知有至少20款13代CPU 其中包括标准的65W功耗处理器 戴F的无核显版本 以及戴T的低功耗版本 这一点从微软公布的 Windows系统支持页面中就可以看到 每个型号都分为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虽然我们平时没有少调侃老黄的刀法精湛 但其实难得的刀法看上去也而不成让啊 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 i513400和i513400F这两款产品 似乎分为了B0和C0两个版本 其中B0为Raptor Lake架构 而C0则是Elder Lake架构 而全新的B760主板和前代产品B660一样 主要是面向于主流玩家和普通用户 比起Z790芯片组来说 更加适合一般用户群体的选购 并且在相同价位与隔壁友商的B650芯片组进行竞争 而谈到这两款产品之间的竞争 由于B650主板的成本较高 可能会给Intel带来一些价格上的优势 并且如果不想选购最新的主板 那么消费者还可以选择现有的B660系列产品 毕竟13代酷水桌面端也而兼容的 最后是AMD 跟随知名爆料人A-Dog提供的消息 AMD也将会在明年第一季度 公布几款后缀不带X的7000系处理器 包括了7900、7700和7600 目前这些优已经出现在了CSoftware的数据库中 想必在CES上也会放出不小消息 这些不带X的版本 主要是以较低的功耗和更高的性价比 为卖点的新产品 那么以上便是近期关于三家 会在CES上放出的新品相关的情况汇总了 对于移动端40系显卡 还有13代和7000系的新优 您更期待哪一边呢 欢迎把想法留在评论区或弹幕里 带来一起讨论一波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更新更快更全的硬件消息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